兔子生肖排第四位 地支為毛,五行為櫻木,節氣為春天,範圍為東方 顏色為青色,月紋為二月,掛像為遜,時辰是五點到七點 特徵你自己看 那一百三十五頁這邊 他這個 他這是編排 有點錯了,應該先看一百三十七頁這邊 應該先看一百三十七頁這邊 這個三合,海毛衛三合 所以他喜歡這個死字旁的,就是豬 還有胃字旁的,羊這一種 再來,他的三合是銀卯成,銀卯成是三合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成的話 他跟卯是相亥,六亥,有沒有 就我們講過,他是六亥,所以這個不能用 這個不能用 這個要注意 再來,正充的話是跟有 所以這個有字旁的,這個都不能用 屬於雞的字都不能用 那香型,紫毛香型嘛 所以老鼠,紫字旁的,這個都不能用 那香亥,剛剛講過了 再來,香破的話,毛跟馬相破 所以五字旁跟馬字旁的,這個都不能用 這些都不能用 好,那再來,再來翻過來這個 一百三十五葉這邊 兔子的話,他不喜歡被人控制 因為,你養兔子要幹嘛 養兔子當然有那種迷你兔那種寵物啦 但是一般的養兔子都是要宰掉的嘛 要來吃的嘛 所以翁人的話是被宰的 所以不喜歡這樣人字旁,人博其他菌都不喜歡 再來他也不喜歡蛇 老鼠跟蛇都一樣啦 都是蛇很喜歡吃 老鼠跟兔子都是一樣啦 都是蛇很喜歡吃的那種動物 所以兔子他也不喜歡遇到蛇 這邊,蛇字旁的,你注意看一下 看哪些字是蛇字旁 包括衣也是喔 這樣子的或這樣子的這個都是喔 蛇字旁 再來,不喜歡有太陽 為什麼不喜歡有太陽 因為兔子跟月亮幾乎化成等號 我們之前講過 月亮跟兔子,月兔嘛 是化成等號的 那你如果月亮跟日,那就變成日月相沖 所以他不喜歡日 那他想說兔子也怕光了 所以光也不能用 日也不能用 再來他喜歡吃這個五穀雜臉 所以和米、麥、豆這個都可以 再來136葉 他就炒製糖也可以 炒製糖也可以 那他不吃肉,所以既辛製糖 肉字旁 那再來他喜歡左邊 護手 有水字旁的 2點3點那個都是水 那你喜歡木 木跟木比旺 那不喜歡金 他金刻木 所以紅金被刻 好,再補充一下 這刻本沒有寫到 你要避免用3 3或0 的字卡 避免用這個 避免用這個 避免用這個3 雖然是木 兩個木 木跟兔子木比旺 但是0不能用 還有這個 更 更也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 3代表生3 這0是生0 這更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是老虎 更的話代表是老虎 更的話代表是老虎 好 就是因為 好,因為 因為森林裡 多肉食動物 好 那兔子 常成為其他動物的美食 比如說 像這個三缸的缸 啊 生女的 這生啊 這都不能用 好 好 再來的話 再翻過來這邊 138頁這邊 好 這個毛 兔子 他 他其實應該是138頁這邊 這邊是第一個 毛的洗劑應該這邊低 這邊 那個什麼 137的第一個 再來是138頁 再來才是135頁 136頁這樣子 不過這沒有關係啦 你懂就好了 喜歡小 不喜歡大 因為 兔子小的時候很可愛嘛 小的時候也不會被窄掉 長大的時候才會被窄掉 所以像 天啊 太啊 鳩啊 那個都不喜歡 還有像抬頭的 像主 像蛹 那個都不喜歡 那小的話 就少 四 四 這都可以 好 那兔子也喜歡披彩衣 有提升 身價的意義 再一個 健康 亮麗 所以有 一啊 四啊 柴啊 金啊 還有三撇那個 還有蜜之旁 這個都可以 再來 這個 兔子的話 他喜歡洞穴 但是不可以超過三個 所以 他不可以超過三個 最多 這只能夠三個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喜歡 火則有如腳庫山庫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他有洞穴的話 代表安全 代表可以降虎 但如果超過三個 就有化蛇天主之義 意思 都太多了 你一個 狡兔的話 最多也是山庫而已 那你超過三個的話 就說 有這種 化蛇天主之義 好 那他喜歡 那個 寶蓋頭 那個 那個 那些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 好 屠兔的 你用寶蓋頭的話 你最不要注意 你不能夠用 這個兔子 不移用 這個 魚 還有 安 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 你超一下 因為 這比較重要 因為 魚 極為我之義 這個魚是我 我 那我 他現在身上是屬兔啊 那我 他身上屬兔的啊 那什麼意思 雞 你先超起來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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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吵起來 不宜用與跟安這兩個字 這個要特殊 因為與即為我之義 我義是孝兔 孝兔的意思是孝兔的 義即與智轉化為冤 另外女字即為奴 奴也是孝兔本身 你先把它抄起來 這兩個特別注意 屬兔的別用這兩個 因為與就是我嘛 我是屬兔的阿 所以就把兔 把它用在這個寶蓋頭這邊 變成這個魚 本來是魚嘛 把這個魚變成兔子 那不是變成冤嗎 含冤莫白 就冤大頭 所以就不好 那奴的意思也是 是自己的意思 所以跟著魚 差不多 所以不能用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不開玩笑 下次見 讓大家很快 非常 謝謝